五饼二鱼 弟兄姐妹 我们刚刚都听了五饼二鱼的故事 那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 那我为什么选出约翰福音第六章 来跟大家进一步的讲解呢 当然这个地方我刚刚就说了 非常有可能是耶稣生前 用五饼二鱼 是五千人喂饱的这个地方 那我今天的焦点并不在于五个饼或者两个鱼 或者五千人还是一万多人 把它喂饱 我这焦点是在于 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关于生命的粮的这段论述 因为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 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这些门徒们吃饼得饱 乃是为了启示他们一个更重要的真理 乃是说他就是生命的粮食 对不对 他就是生命的面包 所以当门徒们看见这些神迹 或者这些众人看到神迹的时候 他们就追随耶稣 耶稣是退到加巴能去祷告了 耶稣是过了海到了山上去祷告了 那么当他们再次找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是很有意思说 你们找我不是为了求神祭 是因为什么 吃饼得饱 对不对 吃饼得饱 那我在这里我就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说你看到没有 耶稣其实在这里把跟随祂的人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 我们不是需要论断别人了 我们也不是要去分辨别人这是哪别 但是的确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 耶稣把跟随祂的人分成三类 一类是什么求神祭的 你们追随我不是为了求神祭 是说的确有一批人是为了求神祭 对不对 另外一批人是什么呀 吃饼得饱 就是为了物质利益的好处嘛 一批人是为了去看到耶稣有神祭 所以祂真是神的儿子 祂真有法力 我愿意跟随祂 可能祂的法力也可以加给我一点 另外一些人就说 他之所以可以 我之所以愿意跟随祂 是因为祂可以让我吃饱 但是耶稣指着门徒是说的 你们并不是真正的那些要求吃饼得饱饱 跟求神祭的人 你们跟随我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神的儿子 你跟随我是因为什么 我是吃你们生命的粮食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今天聚集大家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一同在思想的是 耶稣在第六章的三十五节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其实真正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需要得到生命的粮 而这个生命的粮 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盼望 也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也使我永远不饿 也永远不可 你任何的饼跟鱼 我刚刚还问了我们的导游 对于这个五饼二鱼 是不是有特别的解释 因为在教会传统当中 灵异解经者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 有人说是五成十等于多少 等等等等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信息 耶稣是说 你们跟随我 就是要得到我这个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是永远不饿 也永远不可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到加利利 到了五饼二鱼堂 我想我们并没有求神迹的心态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都吃饱了已经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灵里面 得着耶稣这生命的粮 我想这是我们一同要思考的 你喝了个多感情 我会不会喝到我 我会有点大量